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的是清代宰相级别的一座上松木 它名字就是为猪式 这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 这因为它身上的戏血成分是比较少 然而与它同时期的年根瑶、张天宇、李卫 都是为同时期的人物 这一座木档它现在说保存的古迹比较多 因为级别很高 在当时它是官居一品 它是历经着康庸前三位帝王 这是唯一一块神岛碑 光鲁大夫文华殿大学室 兼立部兵部上书 这一座石牌坊设为四柱三门 做得非常的漂亮 上面是有很多的透雕 还有镂空雕刻 中间有牌匾 帝师元老 在当时它也设为这乾隆皇帝 它的老师帝师 在上面也是做出了这宫殿的屋檐 看一下这个雕刻 非常的细腻 这在以前就是为它的一个神道 它这种级别呢 也是有这个四象生 大家看一下 这应该是为四羊 四马 四虎 还有翁仲 这呢都是为这清代的一些四象生 清代的四马 这马呢是比较的瘦弱一些 但是整体下来也是比较的细腻 包括这个马鞍上面纹路 都是特别的清晰 大家看这个四虎 是有一些抽象 特别是像一个大青腕一样 看侧面 不要的门 这个呢就是为它的一个翁仲 整体翁仲呢 并不是为这清代的黄袍马卦 在这里这整体的造型 还是沿袭了这宋明时期一个风格 打胡须 手拿护板 宽袍大袖 在这里所看到它应该是有一部分埋在这个土中 大家看它整体一个比例 应该比现在要大很多 这里呢也是为它的一块神道碑 这是为一个大乌龟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这是为碧系 在这个神道走到尽头 在这呢应该就是为这诸事老先生 他的墓种 在这也没有看到其他的墓碑 上面还有祭拜的痕迹 他也是围着清朝的异品大员 级别非常高 乾隆皇帝对他非常尊重 后来在北京去世 贵藏屋里 将灵鹫运回他的家乡 也就是在江西遗孙 陷在这个地方 这雍中皇帝在还没有做帝王之前 他就和这诸事 打过交道 他经常和四十二哥出去办餐 在当时 这诸事是作为一方巡抚 在治水患 这诸事呢 一直是忙着治理水患 和处理灾民 虽然实际上是非常狼狈 也没有时间去招待当时的雍正皇帝 有一次呢 这雍正皇帝就开始到诸事 他家里去做客 没有想到 这堂堂巡抚 诸府竟然没有什么吓人 就是家中也没有什么上党式的摆戒 他的妻子也是闭窝在窗 他的女爱在上面照顾 他们所吃的饭呢 也是由这诸事的女爱 开始招待他们 堂堂巡抚就是如此清廉 现在我们在这个诸事墓是看到非常漂亮的日落 现在它这里呢 也是唯一处这全国重点维母保单位 是立了很多块 这维宝碑 这当地也是对这种墓进行了维护 大家看一下 建的还是非常不错 那里有一个大门 马上就要开始关门 现在我们是开始出去 下视频见 再见 再见